牛奶100克 糖20克 盐2克 酵母3克 黄油20克 最笨的蛋一个 搅拌均匀 面粉200克 翻拌至无干粉状态 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 发酵至两倍大 面团发酵好了 简单排下气 移到案板上继续揉搓 然后搓成一长条 分成五份 团成光滑的面团 取一个面团 按扁擀成长方形 放上一些红蜜豆 像叠被子一样叠起来 然后按扁 切成三小条 编成麻花辫 然后卷起来 一个漂亮的花形面包就做好了 放入空气炸锅 盖上保鲜膜 二次发酵30分钟 面包发酵好了 拿掉保鲜膜 空气炸锅 160度烤8分钟 刷一层蜂蜜水 再烤3分钟 当面再烤3分钟就好了 不用揉面 就能做出香甜的红豆面包 馅料又足 海拉丝 内部组织蓬松渲染 甜落的红豆 配上奶香的面包 简直太好吃了